首先來關心的就是這個伯伯基的 這個認識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現在出現說 這個分數割了很快 不過他申請到的效果 電動是不太好 這有很多跟長跟這個 生小孩也能報問 對著這件事 我們先進一段時間囉 台北市長的學隆兵 今天是出民會失禮 當時我們公佈了補救的辦法 就是不管這個割傷是不是 已經來報道了 只要認為說自己有開始了 分數割了快 不過申請的效果不太好 就能申請來重心做分數 爸爸基主辦基設 所謂發行科興科管分 不過好好不理想的部分 出現這樣 很像台北市長 學隆兵標示痛心 在去不斷陷入獄 出民來度限 將對於申請入惡 門口設定過關 以及等級分數的資料 不清楚讓科興勾勘 也說不補救的辦法 向所有造成不變的家長 跟考生至上最深的歉意 學隆兵標示 尊敵科管分 不過好好不理想的學生 再提供一次機會 學生可以提供兩的技官 再重心分發 門口不是在當初 更好落處的上級分數為主 無情統計 公立的國中有1千6百的名字 公立的國中有6百的名字 可以再重新分發 而且無論科興有報道 想要補名中心分發的 應改必合心 7月15、16號 可以先上網登記 再向官畢業的國中來補名 但是應改的必合心 就要向南港國中來補名 19號有電腦分發 20號向神學校來報道 如果說學生所填的這兩個字眼 都沒有辦法入籍 那麼他就回原來的入籍的學校 繼續來就讀 如果你真的是高分低就 你一定會往上 往上逮捕 當你逮捕以後 下面的名額就出來 可是關鍵是 你是真正高分低就的話 這個是可以有 就是補救的 爸爸機主辦機器 應起相關的問題 好像並共調 正式上並沒有錯誤 是電腦分發的技術有課點 現場收拾會再減透公佈 他認為一共一分 已經減輕加上康學生的負擔 加上必須愛行 不像先九年級的學生做連接 所以爸爸機的連接 每年也是希望可以繼續辦 以上下單屁股台北報導 Try 多抵便 由